看新聞開始也 歡迎收看今天三月一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俄羅斯持續對烏克蘭發動攻擊行動第五天 俄烏首輪談判結束 沒有達成協議 但未來幾天還會再談 不過俄軍仍持續從南北兩面夾擊基輔 並對第二大臣哈爾科夫發射火箭導彈 二十八號夜晚 基輔空襲警報再度響起 許多家庭躲進避難場所 地下室 過去幾天爆炸聲 槍聲不斷 當天稍早 當局才宣布解除围棋兩天的宵禁 烏克蘭軍隊兵力不足 但強勢反應 延緩了俄軍推進速度 而根據烏克蘭國防部公布的一段影片 顯示烏軍摧毀俄羅斯一座地對空導彈系統 目前基輔以及其他重要城市守住 位於基輔以西的霍斯托梅機場 不斷有激烈交鋒 過去幾天烏惡多次易守 此外 根據MARXA衛星照片 就在離基輔市中心僅17公里處 見到數百輛裝甲車 坦克 大炮等車輛組成的車隊 另外還見到基輔外圍有戰鬥過的跡象 畫面呈現毀損的車輛以及一座遭破壞的橋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俄羅斯幾乎控制了烏克蘭領土的大部分地區 烏克蘭跟俄羅斯在白俄羅斯邊境舉行會談 烏克蘭要求立即停火 俄軍撤出 俄國希望達成符合雙方利益的協議 不過第一輪談判除了說好 再過幾天會有下一次的談判之外 沒有達成什麼協議 戰爭開打以來 俄羅斯面臨一連串的制裁 重挫經濟 28日當天俄羅斯總統普廷 與政府高層就經濟問題開會 普廷二度稱西方國家是謊言帝國 指北約的侵略性聲明 是他展開軍事行動的主因 西方官員則認為 普廷想藉由推翻烏克蘭政府 恢復莫斯科在冷戰時期的影響力 公視新聞黃明玲 紐約聯合國總部正在召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特別會議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警告 烏克蘭戰事必須停止 一百多國代表將在三月二日表決是否通過要求俄羅斯立即撤軍烏克蘭的決議案 聯合國77年歷史上第十一次大會特別會議 一百多國代表渴望輪流發言 三月二日會中將表決是否通過要求俄羅斯立即撤軍烏克蘭的決議案 此案雖然不具約束力 但足以顯示俄國目前的孤立程度 從一九五零年以來 聯合國大會只舉行過十次類似的緊急特別會議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也引起國際體壇塌伐 國際足球總會FIFA祭出三大制裁 包括俄羅斯境內不得再舉辦任何國際足球賽 而代表俄羅斯出賽的足球員 必須以俄羅斯足球聯盟的名義來參賽 以及參賽不得使用國旗 不演奏國歌 至於國際網球總會ITF宣布無限期取消在俄羅斯舉行的所有賽事 歐洲足球管理機構歐足聯 也終止和俄羅斯能源巨頭俄羅斯天然氣公司 在所有比賽中的合作夥伴關係 包括歐洲冠軍聯賽 歐洲國家隊比賽 和以德國為東道主的2024年歐洲杯 記者黃子杰 陳信龍 沙晏齊 中健剛綜合報導 針對滯留烏克蘭的我國國人 外交部持續進行撤僑到臨近國家 並協助安頓生活 有留學生就說 在撤離的過程 一公里的路就排了十個小時 相當漫長 而在留學生中剩下兩人決定留在烏克蘭 四幾小時都沒有好好睡覺以後 或者是說好好地洗澡什麼樣的 談起從烏克蘭基輔撤出的過程 蔡先生說過程相當疲憊 教育部日前緊急將他在內的六位學生 以及十多位台橋互送到波蘭 回憶這段路程 他印象最深的是通過邊境的最後一里路 我看邊境一公里的路排了十個小時 對 十個小時沒有聽錯 他也提到鎮守邊境的軍隊 聽到司機說是臺灣代表處的車輛 就直接放行 抵達波蘭後大家也在思考是否要回到臺灣 但他自己還沒決定 教育部之前有掌握到的 十二位烏克蘭留學生名單裡 已經有三位返台 而搭乘撤橋巴士抵達波蘭的六人當中 有四人近日將搭機返台 最快三月一號反抵國門 另外有一人將撤往斯洛伐克 剩下兩人還是決定留在烏克蘭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也透露 目前外交部正在緊急救援 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多位留學生 以及我國僑民 至於王定宇提到的三位留學生 是否有在教育部的名單上 教育部站在確認當中 教育部表示未來將會協助 烏克蘭留學生的反國防疫 以及同款作業 也會透過駐外教育組 密切掌握每一位留學生動態 如有經濟困難 教育部會予以協助 並協助學生回國後的就學銜界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聯合報的頭條是 美國總統拜登 二月二十八日 派出代表團訪問台灣 成員包括卸任的 美國國防和國安官員 由前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穆倫率團 預計今天抵達台灣 中國時報報導 俄烏戰爭導致國際原油 天然氣等能源價格飆漲 中油昨天宣布 三月起天然氣電業用戶 調漲10% 自由時報則是提到了 手機資安亮紅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連續三年針對市售暢銷手機 抽策資安保護狀況 九成以上不合格 尤其中國品牌手機 百分之百不合格 了解完三大報頭條繼續來關心 歐美對俄羅斯央行以及大型金融機構 祭出經濟制裁後 二十八號 盧布對美元暴跌將近百分之三十 跌至歷史新低 俄羅斯當地也出現擠兌潮 天氣寒冷 但俄羅斯的提款機器人排起了長長的隊伍 因為當地民眾擔心西方對俄羅斯銀行 實施金融制裁之後 沒有現金可以使用 也擔心盧比褒貶引發擠兌潮 更導致俄羅斯的現金需求量暴增 俄羅斯央行呼籲民眾保持冷靜 但是仍然無法緩解現金短缺 以及支付系統被擾亂的現象 就在西方國家宣布新經濟制裁 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二十八號 周一盧布對美元暴跌將近百分之三十 貶至歷史新低 新加坡也跟進制裁俄羅斯 將禁止部分俄羅斯銀行 和與俄羅斯有關的金融交易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拜登政府將阻斷俄羅斯的經濟多元 和支撐軍事能力 包括台積電在內的全球晶片業者 開始停止出貨給俄羅斯 台積電也證實遵循新宣布的 出口管制規定 那因為過去台積電出口到俄羅斯的 一個金額 它的一個比重其實是非常的微小 所以在這個部分 對於台積電未來在今年的營運 整體的影響可以說是為乎其為 如果未來俄羅斯有任何的反制的動作 那麼其實台積電不管是在氣體 或者是在化學品的供應鏈 有關的一個風險都已經建立了相當的 供應商還有地區的一個多元化 所以也有相當的庫存水位 所以都可以足以應變未來整個大環境的變化 經濟部指出我國依據防止武器 擴散的網赦納協議 對俄羅斯的產品進行嚴格審查 行政院也就烏克蘭局勢召開相關部會會議討論 由於各國制裁項目包括金融制裁 與出口管制 院長蘇貞昌請各部會 務必精準掌握國際各項做法 追蹤對國內各種企業的影響 以及原物料進口的狀況 記者國產鑫成博裕 台北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大批難民湧入鄰國 除了有臺灣民眾與在台的烏克蘭人 創設一個網路平臺 提供民眾捐助烏克蘭人的管道 國內也有近十家的企業 共同集資將捐助一千萬 以協助照顧在波蘭的難民 為了支持烏克蘭 臺灣各界發起捐款活動 多位臺灣青年和在台的烏克蘭民眾 一起創設一個網路平臺 讓有意捐款給烏克蘭民眾的國人 可以透過平臺 找到可以幫助烏克蘭的捐款帳戶 而企業界捐款也不落人厚 立法院副院長蔡吉昌 也號召企業和民眾一起捐款 目前募集到一千萬元 國際需要臺灣 臺灣伸出援手 那臺灣如果需要國際幫忙 我相信有一天 國際也會對臺灣伸出援手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互動 響應活動的企業 包括車王電子等企業 像是前三三會理事長 許勝雄兒子的康蘇生計 都慷慨解狼 打戰不是一個好事 還會有難民 我想站在人類互相關懷的立場 去關懷所難的這些人們 我想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他提議說 對烏克蘭受到戰爭 逃難到淫進國家這些難民 企業界跟國人應該伸出援手 立即的趕快來協助 能夠落實所謂的國際人道救援 所以我們企業界當然非常認同 蔡副院長他的這個提議 企業界希望發揮 人道救援的精神 對逃往波瀾的難民 伸出援手 透過善的循環 號召更多的企業和國人 加入援助行列 讓臺灣民眾的愛心 發光發樂 記者陳嘉欣 謝震寧 林建森 陳立峰 臺北 臺中報導 228中樞紀念儀式 今年遺失到基隆舉行 受難家屬代表再度呼籲 移除中正紀念堂統項 總統蔡英文回應 一個民主國家 不該再以威權的形式 紀念卸任總統 會慎慎地推動 228事件75週年 中樞紀念儀式 儀式基隆舉行 地點選在市民廣場 因為基隆港區 就是國民政府軍 上岸展開鎮壓屠殺的地點 具有特別意義 228家屬代表致辭的時候 再度呼籲移除中正紀念堂統項 認為不該再拿國民賦的稅金 來維護 先前總統蔡英文 因為出席蔣經國紀念園區活動 發言引發議論 蔡總統也在致辭時強調 民主國家不該紀念威權 對於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議題 明確承諾會審慎來推動 包括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工作在內 我們也會審慎地來推動 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不該再以威權的形式 而面對烏克蘭情勢 蔡總統也呼籲看到烏克蘭人民捍衛自己國家主權 臺灣也需要團結一致才能夠面對挑戰 蔡英文強調政府會密切關注國際情勢 不論面對任何挑戰 民主是唯一選項 呼籲朝野各界要團結 國內新冠病毒疫情 昨天新增九例確診 以桃園七例佔最多 在米迪幼兒園群聚的相關個案 已經累計有二十一人染疫 桃園昨天晚上匡列採檢出三位 新街國小學生呈現養性 已經緊急通知全校師生進行採檢 新街國小及副社幼兒園停課十四天 到三月十一號 桃園觀音國小校門口大門申索 進行預防性停課十四天 因為米迪幼兒園群聚感染 持續擴大 二十八號週一新增七例新冠本土病例 其中有五例是學童 累計這幾群聚相關 已經有二十一人染疫 衛生局指出 最先確診了一家三口中的妻子和兒子 CD值都往上升 研判很可能是最早感染者 已經抽血驗抗體 希望能釐清感染源 另外台南市街道也忙著清宵 因為又傳出一例確診 是高雄煉油廠群聚相關為案一九八六二的同事 居隔期滿前採檢陽性確診 而新北市板橋涮涮鍋群聚也在天一例確診 案二零六二三是六十多歲女性 已經接種過三劑新冠疫苗 為雙北確診父子案二零三九六二零三九七的同住 家人 居隔期間因轉陽確診 此外我國今年第三批采購的莫德納疫苗一百二十二點四六萬劑 於二十八號凌晨抵達桃園機場 待檢驗封肩作業後再提供民眾接種 而這批疫苗效期到今年八月五號 記者綜合報導 攸關七百多萬慢性病患的連續處方間 未來可能依照醫院分級收取費用 不過在社區藥局責免收 引發醫院的反彈 衛福部長陳時中 昨天邀請各級醫院代表進行協商 由於意見仍然分歧 尚未有決議 醫院領藥櫃台幾乎整天都是排隊領藥人潮 其中不少民眾是來領慢性病連續處方間 為了避免醫院人滿為患 衛福部健保署研議修改部分負擔方案 在慢監部分 民眾如果是到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 領取第二第三次慢監 每次將要多付一百元 但如果是到社區藥局領藥 則是完全免費引發醫院反彈 新光醫院副院長也是陽明交大副教授洪子仁認為 統一收費才能杜絕藥品浪費 收取藥品的二三次的慢性病的連續處方間的部分負擔 它的政策目標應該是要避免藥物的浪費的這件事 外福部健保會上週五開會 多數委員支持調整部分負擔收費 但對於慢性處方間如何收費 則是意見分期 有醫師建議 醫學中心慢監部分負擔每次收費一百元 區域醫院八十元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社區藥局 則是分級收費 醫院端這種主張是假性的公平 本來民眾在社區藥局 在基層診所他就醫 就符合現在我們在推動的醫療分級 藥室工會主張 全台有七千多家社區藥局 如果慢監回歸社區藥局 民眾拿藥仍維持零元 除了究竟取藥便利性 社區藥局還能為用藥安全把關 而根據統計 去年國內領取慢監的病友 多達七百三十六萬人 藥費八百多億元 全部醫療費用超過一千億 由於影響重大 還有待衛福部長陳時中 最後拍板定案 記者 王新忠 林志堅 台報道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全世界各地先後出現反戰抗議活動 德國首都柏林 二十七日有超過十萬人走上街頭 就連發起戰爭的俄羅斯 也有四十四個城市出現抗議活動 要求普廷停止軍事行動 手拿標語高喊不要戰爭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警察正在驅離抗議民眾 不願離去的民眾則是被警員帶上巴士 準備帶離抗議現場 二十七日俄羅斯共有四十四個城市出現反戰抗議活動 全國警方共拘留了九百多位抗爭民眾 從俄羅斯動武以來 累積拘留人數更是超過四千人 對自己的國家軍隊入侵烏克蘭的行為 這些俄羅斯民眾無法認同 除了發動軍事侵略行動的俄羅斯 全世界不少城市也出現這類反戰街頭運動 這裡是德國柏林 民眾手上的標語寫著 停止戰爭 還有我們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他們希望俄羅斯趕緊停止 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這場活動參與者實在太多 造成柏林地區部分火車和地鐵服務中斷 當地政府初步估計有超過十萬人 上街聲援烏克蘭 反戰聲浪在全球各地湧現 希望俄羅斯盡快停止侵略惡行 記者 張熊 陳立峰 台北報導 作曲 李祥若 作曲 李祥若 作曲 李祥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公事首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